請問老大下一波封面會影響我們多久呢 好的 那以最新的電腦模擬資料 我們可以看出來下一波的封面 它的移動速度相當的快 所以影響的時間不會太長 那我們從這一個下週一早上八點的 模擬圖就可以看出來 它當時的降雨 台灣還在受封面的影響 所以它應該是在禮拜天 就開始因為封面的接近 所以各地天氣就轉變了 一直到禮拜一 那禮拜二的模擬圖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主要的封面 這個雨帶都已經移到南邊 也就是說在呂頌島 還有在巴塞海峽這一帶 所以台灣天氣就已經好轉了 不過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降雨的現象 這個是屬於天氣好轉 但是下午過後 太陽照射以後 在主要是比較接近山區的地方 還有一些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所以下一波的封面 主要的影響時間就是週日跟週一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衛星運圖上面顯示出來了 雖然有看到一些中高雲 偶爾就是飄過台灣上空 那其實各地的感受天氣是相當晴朗的 那我們也可以在雲圖上面看到 在下午過後就有一些雲層發展起來 那從雷達顯示出來就是在中部南部 這裡有一些降雨回波 消消漲漲漲的 所以在今天的雨量的監測上面 就可以看到主要的降雨 就是在中部南部的山區 其他的平地就沒有什麼下雨的現象 那這一波因為有一點涼空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高溫方面 就是在北台灣跟東半部 雖然天氣晴朗 但是高溫都在30度以下 那清晨的話在北台灣 最低溫出現在這個貢寮這裡 那是16.7度 所以這個清晨是相當涼的 那在中南部相對的影響就比較小一點 明天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定量降雨 預報就可以了解了 都是晴朗的 但是在下午過後 還是會有一些中南部山區的 這個午後震雨的這個現象 影響很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天氣的話 像這樣子晴朗穩定的天氣 就是明天跟週六 這兩天都是 那禮拜天就是可以看到這個封面 已經在非常接近台灣了 所以是屬於封面接近 各地開始會轉成有這種震雨 跟雷雨的這種天氣 那禮拜一還在受大的影響 那禮拜二天氣就好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氣溫的情形 明天基本上這個涼空氣是慢慢的減弱了 所以氣溫會稍微回升一點點 但是還是在北台灣大概29度 從南部還是會在34度 那禮拜六呢 這個高壓回流的話氣溫就開始回升了 那禮拜天這個封面接近 所以氣溫還是偏高的 但是下雨的機率大幅的提高 那在禮拜一的話就是封面 以及封面後面還是有一點涼空氣 所以高溫會降到27度 低溫也會降回20度以下 那這個對於中南部來講 這個氣溫的影響就比較小一點 那在禮拜二的話天氣好轉 氣溫又回升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呢 還是晴朗穩定的天氣 但是早晚是比較涼的 所以早出晚歸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在降雨的話就很少 大概只有在中南部的山區 午後會有一些局部陣雨的現象 那下一次的轉變就是週日跟週一 因為封面的接近 所以各地都有一些局部陣雨 或者是雷雨的這樣子的機率 要注意裡面如果碰到雷雨包的話 還是會有比較劇烈的天氣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